是李嘉仪 是李嘉仪 你终于来了 如你所愿 今日 就是你和金渊盟的死期 我师兄上古刀的尸体在哪里 想知道 赢了我再说 你这个人最大的弱点 就是喜欢当英雄 一个剑客 不该有弱点 好 我呀 不 好 带我来送死的滋味如何 我赢了 我 我师兄伤口道的尸体在那儿 师兄伤口道的尸体在哪儿 你 你说得对 这畜生呢有时候不仅会行医啊 还比人讲道理多了 今日你若再不出手救人 我就废掉你这没用的爪子 看你还怎么跟我们耍花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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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腹之人将他唤醒 可那个人并没有为他是针 所以他就逼弃而死了 难道是五毒账 还行啊 不算辜负百川越刑探之名 可是我始终想不明白 这王金山为什么做这一处假成仙呢 来 看看 这不就是本三字经吗 有什么奇怪 你读三字经的时候多大呀 本少爷松会过人 三岁便书读三字经 比我笨些的也就五六岁吧 对啊 这王金山五十有余了 怎么还会有本三字经呢 除非 除非 他有一个孩子 他想找的灵童 不是十六岁 而是六岁 大师虽已托俗登仙 今日莲花 不得已招大师回魁 只为请教 谁才是大师要找的灵童 这一 항상 使用于一个人 带上你 老师 我应该是软 不得已 成药 不得已 能救到 这孩子 这次自己的一样 是 那我们就有一区 做结婚的大师 那个 我一直以降 如果心得大师 呢 这次 如果我们不得已 大师 写在这张纸上 为师父报仇 我话这么多 送你去戒严了 你 帮到命了 劳烦你们先看顾一下 我这叫飞格传出 找人押送他回百川院 你耳朵下面有三个洞 当年我为药膜抓人炼毒的时候 那些人的耳朵下面 也有这样的记号 那是中了臂茶之毒的痕迹 而你现在还站在我面前 除非 你什么一个人 你还没死 十年 你还没有死 你不是没有武功 你是武功尽虚 李向怡 健身李向怡 那我怎么不知道李向怡 还说过你这么一个徒弟 这是没人知道 是啊 我猜他本人也是不知道的 原来是你 没想到这臭小子这儿这么大了 发作的日子 又提早了 我认为你 从此这世上 只有李莲花了 师父 您是不是故意把那小子 送到我的跟前来提醒我 不过您放心 死之前 我肯定会把师兄找到的 要不然 我都没有力去见您了 果然是金元王的安稳 这暖夜倒是稀罕 昆仑玉城 又来了 又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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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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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王府刚刚还好好的 一进这房间就变成这样了 王府 是他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 一定是他害死了王府 我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 我能搞什么鬼啊 你知道王府来了你的房间 所以你用邪术杀了他 子秦玉城 我和他 他就在家里方 井陆陆斯 他指赞 近家里的房间 你甚至在你 他连上那你 用手台 一回来 那你还在那里 你都想 reduce 你可是要么 骑轨的手段多得很 若真有冤屈 就跟我回百川业调查清楚 如果现在离开 你家旺福就白死 他禁骨折断 明显是被掐死的 刚刚我就坐在你的对面 我有什么手段 能够隔空把他给掐死 方少侠 你要是再这样浪费时间的话 凶手可真的要逃走吗 花儿 花儿小姐 让一下 让一下 花儿小姐 长叔 听上去不就是鬼做的吗 这鬼可能并不想保住叶儿小姐的尸身 你 听说冰死的人 总是能见到鬼 我帮你们想起 你是不是疯了 谁是李莲花 在下就是李莲花呀 你呢 厉害 请 这金针和掌伤 这两者伤 岂不是自相矛盾 还算聪明 掌是近战 真是远攻 若与重掌 何必在庞原谱上一阵呢 若从远处一击毙命 则没必要 普进出一场 这其中呢 大有矛盾 而且 你不觉得这太重了吗 确实 传说中的玉丘桑武力平平 以她的本事 不需要有这么强的方式 杀她两次 凶手杀旺福 只是为了让玉丘桑 被鬼阻害看上去 更像是真的 若不是玉红竹及时赶回来 玉丘桑的死因 就会被推到鬼身上 旺福死得好远 非要说有鬼呢 那便是有人在装鬼 只要查出真凶 便能给旺福 申冤 吃我一只 真 бук ㅋㅋ 妻子 得 dreams 去 或者你 小七 你倒挺关心的 洪朱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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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草不就是那天你要拿给云娇治疗封病的药草吗 没错 赤霞草呢就长在玉成的院子里 它摘来熬成焦图成的鬼脚鱼自然认得 他看了药汤 这封病不就自然好了呀 那这绿色的鬼影呢 那天客栈里的人可全都看见了 刘盈 原来是把刘盈封在窗户里了 可他众目睽睽之下又是如何把云娇姑娘 变成玉秋霜了呢 你看 好 变成玉秋霜了 文文 生麻子 这店里的水呢 参浸了生麻子 为了就是让人微醺 看人并不真切 就更容易让云霄 偷梁换柱 看什么看 都不许看 等放下头渣之后呢 就顺理伸张了呀 你不过是挖我的旧事 故意栽赃罢了 我与他无冤无仇 我为何要杀他 好 就算人是我杀的 我远远抛尸就好了 我何必做这么多的戏 让尸身暴露啊 你当人有理由了 冯木兰 你受你的父亲影响 也是天生好毒 输光了所有的家产 只能入赘于玉尘了 只可惜吧 你这个人啊 好毒陈性 为了避开玉夫人呢 你只能在守住玉矿的同时 作假还债 不小玉尘财产 玉秋双也燃了无成 按规矩 若玉秋双失踪 那这些矿产也人认识他的 我也证明他死了 玉夫人才能全部继承 玉木兰也就是你 才有更多可以作战还债的机会 方才看见宗正公子出手 便一下子给我们解惑了 宗正公子 这种不伤表皮 却能将内脏全部震碎的功夫 怕是披空掌无疑了吧 这一直以来我也十分地好奇啊 这玉木兰呢 有油丝夺破针 可以直接杀了这个玉秋双 可为什么要给他一掌 现在这么一看来 所有的疑点我也都清楚了 杀二小姐为什么要杀两次呢 是因为 金针和掌风不是同一个人 宗正公子 那一级披空掌是你打的吧 我是会披空掌 可我为何要杀他 为什么 因为你与玉夫人 有私情啊 被二小姐给撞见了 而且你身上沾有玉夫人 请愿里的桂花香 而常年睡客房的玉成主 身上都没有 刚刚情急之下 玉夫人十分地维护你啊 向阎王爷讨功道去吧 跟我上 这里嫁给我 你先走 别着急 这圆兵马上就到 圆兵 合行镖局 狐狸精 他们怎么出来的 当然是狐狸精的功夫 你慢慢打 我先走一步 起来 给我杀他们 我去找他 那是狐狸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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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克尊上 商议出关 尊上 难道 还有事要做 走 走 走 绝承 外面 紫经 我们该回去了 好 我们走